而说就在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发生前台有感地震 其中双北地区最大震度为四季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北市新庄 长平街与中央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处建案工地 在它20多层楼的楼顶的天车轿壁呢 是当场折断了 那还好目前是没有掉下来 不过几遭人员呢是出动了多辆的车 赶快在周遭附近拉几封锁线 都目前也有着来往击破 那其实目前根据警检调查呢 那公园目前的状况呢都已经先回答了 后续将会遭由众计去来调整情况 不过目前呢因为众计去还没有到场 所以都还在现场都还在公路进行中 如果民众必过的话要小心留意 那其实除了在新庄地区 在中和自立街与水下倒塌的情形 甚至在新店夫妻路还陈述有人受困 目前呢中北地区的警察人员都还在到处去了解状况 这样就回答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不在乱七年块银铛 不在乱七年块银铛 哎呀